好 那個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說明一下 為了搭配今天的服裝 直接弄吧 時間不夠了 直接弄好不好 好 來 這樣 我不用蘋果 我要澡子 好 還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嗎 好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調整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 夠了 餵 江青 你說要我給你們髮廊機會 對不對 我給你們機會 我讓你們賺錢 你弄我 找了什麼爛設計師 睡了嗎 想不想吃宵夜 花姐 走 我怎麼在一起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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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急事找我 好 就你那天不是撞到嗎 看你有沒有比較好啊 我沒事啊 好喔 那要不要吃霞夜 好喔 我想下有什麼可以買 那你想吃什麼 這是哪門子的宵夜啊 沒有雞排或蒸奶 也要來包鹹酥雞吧 年過三十的新產代謝 怎麼可以附和得了那些東西 放心 蔬菜棒用心品嘗 還是很好吃的 你是有事才來找我的吧 怎麼不可能 大半夜來找我啃蘿蔔 你知道長大跟成熟有什麼不同嗎 長大就是知道原本不知道的事 成熟是知道了卻假裝不知道 你去過店裡了 我其實也沒有要隱瞞的意思 我只是覺得 有點糗 有點丟人 哪裡糗 哪裡丟人了 記不記得我說過 永遠不要那樣子想 總有一天他們都會後悔的 現在回頭看 你說是不是那樣 小朱朱 你是最棒的 沒有人可以說你不好 你自己也不可以 知道嗎 對不起 幹嘛對不起 我知道不是你 也說不定是我 你 連FB都沒有 知道怎麼上網爆料嗎 爆炸公司的入口在哪兒 知道嗎你 雖然我知道爆料不是你 不過 為了我們Voodoo 勢必得有人去史太陽那邊道個歉 那就幸福你了 沒關係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就知道是你 我果然沒有看錯你 你的人品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差 他前腳剛下班 後腳就上網爆料 操縱輿 帶風向很厲害 你氣象局出來了 很會帶風向嘛 錢老闆 如果他設計髮型的功力 有跟他設計人一樣厲害的話 今天就不需要搞這一攤了嗎 這小王八蛋在網路上面 亂爆料 亂抹黑 他這樣一抹黑下去 對我們家Stella的形象 影響有多大你知道嗎 萬一丟了廣告代言 你賠得起嗎 你賠得起 我就讓他照三餐發文 愛怎麼罵就怎麼罵 我明白 我們都明白 來來來 趕快道歉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們也不是不通情理 只是說這道歉我不在意 重點是這個 網上關於 Stella小姐的一切爆料 都是我 黃軒宇說謊捏造 感謝Stella小姐寬宏大量 故與追究 讓我感到非常羞愧 Stella小姐果然如同傳聞中一般 人美心善 宛如人間天使 我會真心反省自己的行為 並從此為Stella小姐應援 顏頭前進來 現在 我要晚了 廣告上來了 廣告上來了 你好 你好 Stella 妳一定就是美麗皇后集團的 顏總千金對吧 妳怎麼會突然來 妳都不先講一聲 我們可以去接妳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有外人在 等一下我們把一些雜事 處理完之後我們再來 胡宣宇 你怎麼在這裡 你們認識 Voodoo二十九號設計師 誰不認識 我的頭髮 都是他弄的 他技術好 人品好 長得又帥 自從認識他之後 再也受不了其他設計師了 所以 陳老闆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事情是這樣子 是這個樣子的 是因為我們家Stella呢 需要一個長期合作的 優秀設計師 所以我們就特別約了 這位鼎鼎大名的 二十九號設計師 二十九號設計師 來這個地方 簽一個長期的合作約 對 簽約 合約 合約 對 合約 對 合約 那真的是太棒了 可是 軒宇這樣子之後 我會不會就沒有辦法 約到你 不會 不會 當然不會 顏小姐是我們的 VVVIP 對 如果有需要 誰穿誰到 對 你優先 Stella 可以等 這麼好意思 先用 先用 遇見小人 就要用小人的方法來解決 我怎麼來了 不是說自己很成熟嗎 對 我打自己臉 我超幼稚 可以了吧 謝謝妳的幼稚 我喜歡幼稚的妳 妳要學壞了小子 連姐姐都敢撩 連姐姐都敢撩 跟妳更學了啊 既然今天都這麼幼稚了 既然今天都這麼幼稚了 那我們等一下宵夜吃 雞排加真奶 不好吧 我請客 你最餓了吧 不吃拉倒 我沒有說不吃